我告诉你 当年我父亲和那个蓝水的江月 谈过一笔巨大的声音 这事甚至惊动了滇军 最后连陈炯明都惊动了 我不太明白 他们这笔巨大的交易 简直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你知道吗 这把枪上有一个数字 10212 但是另外一个数字在我的脑子里 这就是我的秘密 你说 2623 你可以 放我走了 吧 阳丽山的 从你把我的紫云拐走之后 我跟你说的话就全都不算数 啊 阿娇 阿娇 阿娇你挺住 我现在带你去饶衣吃 没有 没用了 名妃少爷 没用了 我 我有个请求帮帮我好吗 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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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二少爷 这人是谁啊 你是疯了还是傻了 把人往这带 是大夫 我们家的人没病没灾的 要大夫干什么 是小茶壶 是您太太在发高烧 逼得很厉害 少爷干嘛 我让你在这看着人 你在这睡觉 我是看着 看了很久了 他现在病得很重 你自己现在才来 你怎么跟我说话 我听说你在外边学功夫了 要不要咱们过两招 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了 你不说你自己 你自己口口声声说 好好对他一辈子 好好照顾他的 现在呢 说话像放屁 我发现你对我说话 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我的女人我想怎么管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关系了 可是你们整天在我面前 好来好去 逗来逗去 我们都看得眼里 怎么能不管呢 真是 好来好去也不算了 还有那只破销 传来传去 上半夜想想自己 后半夜想想别人 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了 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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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去 对不起 别管她了 医生 你知道我太太得的是什么病吗 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新病 你别用什么药了 我给你钱出去买点最好的福寿膏 等她醒来 如果心情不好的话 用点福寿膏 她醒来就告诉她 从明天开始 你们俩就守在我太太的身边 好好地给我伺候她 出任何问题 我会回来找你们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爸 爸 瞧瞧你 想不到 人间还有这等惨事 这个高人妃 她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乔小姐 没有什么为难的 只要能够让我杀了高云飞 我什么都愿意做 乔小姐 你不是告诉过我 他们都对你献殷勤吗 只要你学会三国的貂蝉 你何愁杀不了杜卓 废不了吕布 大少爷来这里 很难得 乔老板 我阿弟酒喝多了 我把他送到这里来 真是个好哥哥 乔老板 我有个朋友呢 刚从海南来 从海南给我带了一串男猪 我也用不上 还是送给你玩吧 谢谢 那我走了 呦 邱月 现在练得不错啊 乔小姐走了 我相信 这次能大大倚重她的力量 我刚刚听您的意思 是想让乔小姐色有高云飞是吗 女人嘛 当然也有女人的优势了 古代有西施和貂蝉 如果她这次成功 那我们就能够一剑双雕啊 也许我是女人吧 所以我总觉得 这样做算不上光明磊落 那好啊 那就看看哪一剑 能够射中我们的目标了 关键是要射中要害 姐 姐 我疼 我疼 我疼啊 姐 替我报仇 替我报仇啊 滚 是 是 啊 这是怎么了 像刚老板这样的男人 竟然也有憔悴的一面 为什么要抢我的肖 为什么要抢我的肖 因为你姓肖吗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 我最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如果你恨我 为什么不杀了我 你杀了我 我们就解脱了 你属于我 在这个世界上 你只属于我 知道吗 我 是 我是你的人 你 我 他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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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原来不能再出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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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放开我 大夫 你来一下 给我 大夫 这样下去不行的 我听少爷说过 可以给他一点大便的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戒烟也得有个过程 不是我不给他用 是他不能再用了 为什么不能用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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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到底是聪明人还是傻瓜 我一定是个聪明人 肯定是聪明人 但是我在感情上 我觉得我是个傻瓜 守着一个萧紫云 每天那么执着 那么义无反顾 我知道自己得到的全部都是空的 然而我还是想不明白 不离不弃 现在好了 现在遇到了你 我 我觉得很快乐 也许你真能代替紫云 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给了我还给了我一大笔钱 我们之间有那么深的情分吗 我觉得我很傻 这些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多钱 为什么 钱 你觉得钱是万能的吗 我一个女子只身住在你家 随身携带仅有的一点财产 都有可能被你拿走 还有 我都不问你做什么生意 就把老本给了你 你真的认为 我只是贪图 你赚的那点小钱吗 那你为什么 我要和你合作 回答得好 我现在去玉兰堂有事 你先好好睡一觉吧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对朋友可以两肋插刀 我也绝对不会辜负 对我好的女人 哪怕她只是一时冲动 冲动 仅仅是冲动吗 所以我说 很多事情需要时间 我也需要时间来考虑 然后再答复你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走 跟我来 老大 为什么不直接上去 做了她 这里人太多了 动气烧奶 没有毕生的把握 再说 我要得到的 不止是她的一条命 走 你问问他们 谁愿意下定钱 谁下定钱下得快 我们就先满足谁 南洋那边 倒是已经打款了 可是 前老板是多年的老关系 我说过的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赶紧去 哎 哎 哎 少爷 少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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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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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虎 大虎 你说你是不是混蛋呢 我让你在那扛大包 你觉得累 我让你看着紫云 你到处跑 我 哎呀 我告诉你 我没有到处跑 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情 你做什么事情啊 你知不知道 太太她怀孕了 你说什么 我 太太她怀孕了 太太太怀孕了是真的吧 是真的 你去吧 少爷 你听我一句劝吧 你把萧萧姐放了吧 这个地方不适合她待着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这个事情 我是没有资格管 可是萧小姐她有啊 她还了你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 喂 你怎么这种话也说得出来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嗯 干嘛 我看你分明就 就不敢承认那个孩子是你的 闭嘴小茶虎 打死你不过一条烂命 二少爷 大少爷他让我给您传话 问您 这个女人是刘还是 还是处理呢 喂 你们高家人怎么都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敢动萧小姐的话 我 我小赵屋 给你们拼命你信不信 信不信 来人呢 把她给我吊起来 喂 你们别动 放开我 二少爷 放开我 您何必跟她生气 她就是一只小臭乳 一下就可以捏死她 我不会跟她生气的 我们从小到大 谁不了解谁啊 我现在不知道 我高云飞应该跟谁去生气 哦 还有 疼 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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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得清吗 说不清吧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魔鬼 肖小姐说得对 因为你是魔鬼 我说得没错吧 你害怕了 你怕小小姐 怕他肚子里的孩子 你还怕我小茶壶 你怕的还不止这些 其实你怕的还不止这些 你还有一样东西害怕 你自己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最怕的是你自己 你可以杀任何人 但你不可以杀肖小姐 我知道你爱他 你需要他 你离不开他 你也不能杀我小茶壶 因为我小茶壶会说真话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如果一个人不听真话的话 这个人就离死不远了 小茶壶 你也太自信了吧 我杀你比杀一只苍蝇还要容易 我知道 你已经杀了很多人 不在乎多杀我一个 多把一张我的人皮也无所谓 但我更清楚 你现在 一闭眼 你的脑子中就会出现很多被你杀的人 很多冤魂 只要你一睁开眼 你身边全是那些对你说谎的小人骗子 所以你没办法杀我 因为我会说真话 这就是你的女人 她是你的女人 我小茶壶是什么 一个跑腿的 一个跟班的 我什么都不是 如果我小茶壶有女人的话 我一定会保护她 一定让她做最幸福的女人 心灰灭 可萧萧姐呢 你是怎么对她的 你让她生不如死 我告诉你 你不如我小茶壶 浩江 冷月夜 星 雨 飘 飘 洋 流 蝎 在相见梦残的夜 心虚无间 小小荒野散落江边 心灰灭孤寂难眠 小荒野散落江边 我就让他痛苦到底 那你准备怎么处理他们 活着更加受罪 我让他们生不如死 好吧 你找我什么事 阿弟啊 钱庄现在缺陷钱 要不要我去找方市长要的 我自己找他 你不用管 寒江浪月夜 星雨飘飘洋流泻 在相见梦残的夜 怎么不唱了 我想跟你说说话 一个人 要是老不跟别人说话 是会发疯的 发 你没疯 你没事吧 谢谢你的关心 阴影过了就好了 除了每天单轻受怕 我还能有什么事呢 再 噓 你 噓 四 谢谢啊 这下好多了 下茶壶 你变了 变怎么了 变傻变呆还是变难看了 变深沉了 没办法 烦心事多 既然你有那么多的烦心事 又何必 管我这个废人 你说什么呀 你不是废人 别乱想了好不好 每个人都是爹妈生的 上天安排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你自己的作用 你怎么会是废人呢 再说你是大小姐出身更不是废人了 我小茶壶长在寄院里 我都不是废人的 道理我懂 可是我这么活着 有什么意思 那总得活下去吧 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看亚历山大 阿娇 还有刘雨生 他们都死了 他们不想好好活着 可有些人呢 不想我们好好活着 那我们更应该好好活着 你说对不对 哭没用的 你想想看 这么多人为了你 付出了很多 你 你要对得起他们 更应该好好地活下去啊 是不是不开心啊 不开心你来找我干嘛 有你在 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你在我最开心了 少来 我明明觉得你有心事 我现在最大的心事 就是在想 怎么样把你的钱给还上 我现在连人都是你的了 我还在乎那些身外之物吗 这条珍珠项链真漂亮 我从来没见过 一个仰慕我的人送的 仰慕你的人 一定是男人 是男人又怎样 吃醋啊 以后送项链这种事情 一定要交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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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心里有事 开枪要平心尽气 来 再来一遍 来 乔小姐 难为你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我为了给玉生报仇 真的是什么都活出去了 我知道 我现在随时都有下手的机会 但是我更愿意看到像罗小姐所说的那样 看他倾家荡产精疲力尽 然后受尽折磨慢慢死去 乔小姐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我就是担心你跟玉生一样莽撞 到头来就前功尽弃了 我也怕自己控制不住了 但是现在 我更多的只能赢得他的信任 我看 吴飞就是给他准备一些充足的资金 和充足的诱饵 吴叔叔 求业 我们现在自己都缺资金 我知道高云飞现在一意从政无形经商 这正是我们应该投入大量资金 去击败玉兰的最佳时机 高云飞现在已经无心从商了 我们干嘛一定要从商场上去挫败他呢 这样有什么意义 我看 我们还是集中精力 在军火上搞垮他 求业 你怎么还那么相信那个小茶壶呢 我听说那个小茶壶很仗义 为了保护怀孕的高太太 得罪了高云飞结果被打得半死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像他这样的人 到底图的是什么 侠义 也许他早就看透了高云飞这种人 无耻的一面 可是念在他们俩昔日的友情份上 他想以这种方式换回他的良知吧 我看 那个小茶壶是稀里糊涂被蒙蔽了双眼吧 爹 爹 这位是高老板余小姐介绍的 在广州城生意做得可大了 所以我把他带来见你 别来无恙啊 方师长 原来是你小子 你胆子不小啊 敢闯我的老虎山 你以为这是红袖招吗 爹 高老板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就对人家客气一点吗 哼 到底是能人哪 连我儿子也认识 方师长 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上回在红袖招我就说过 改日我要登门谢罪 今天我就是来谢罪的 我方师换是一介莽夫 但也懂得无功不受禄的道理 你送我这么厚重的礼物 莫非是想打我方某人 你送我这么厚重的礼物 手下的主意吧 方师长 你看我像一个用兵的人吗 我对军队一窍不同 只是今天我真有点事情 想请你帮忙 客套话少说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 我想请方师长 帮我搞一批枪 我送你两个字 做梦 子惠 给我送客 爹 把你的东西带走 你笑什么 方师长 你也太看低我高某人了 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是来向你赔罪 顺便想给你做个买卖 你不愿意就算了 这些东西还是留在这儿 如果你不需要 可以分给兄弟们 当个小把势 以后你到广州 我照样两肋插刀 今天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阿昆啊 最近沈小姐她怎么样了 我看她好像有点心事 正好 你问她吧 沈小姐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担当过失 我丢了重要的文件 正在接受处罚呢 那你丢了一份什么重要文件 这个 吴先生 您请坐 坐 我也是随便问一问 如果你不便回答 也千万别勉强 都怪我亲信小人 吴先生为何今天大家光临 我是奉了一个和你们有瓜葛的人之托 他遇到一些烦心事 小茶壶 你去告诉那个高云菲 我小茶壶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小小姐也是一样 失望吗 你省点力气吧 都被打成这样了还在这吵 再说了 你说这些也没有 不是高云菲让我来的 不是她让你来 你来干嘛 看我的笑话 小茶壶 你把我跪在当什么人了 再怎么说我们也兄弟一场 平时我们交情也不错 我只能做这些了 还算有义气 好 算了 过来 怎么了 这东西我也不会弄 我随便找朋友有点福瘦高 要是他受不了的话 我真不知道是该谢谢你呢 还是不谢你 谢谢 现在高云菲已经招不往昔 不谢你 如果哪天轮到我 希望你也别忘记我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你不停 你不停 我别停 我走 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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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急着找您 竟然是忽略了 沈丹尼 他找我倒有点新鲜 请他进来 是 那一年 海涛依旧 那一年 淡了相仇 参不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头 欲欲欢休 那一杯 愿愿情愁 那一杯 善罢甘休 等不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 都苦水难受 仿佛下的 海棠依旧 到不尽的 疏远情愁 要说从头 不水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